夏天的多伦多一片美丽景象 野花盛开 蝴蝶展翅 天鹅在无忧无虑的细水 加拿大鹅成群游荡 如果我们抬头看 最美的是飘在蓝天的朵朵白云 这些白云是从哪来的? 从多伦多岩高速路 向西南行驶一个半小时 就到了著名的尼加拉大瀑布 尼加拉瀑布的水流量雄距世界第一 尼加拉大瀑布由三段组成 分别是马蹄瀑布 美国瀑布 新娘面纱瀑布 其中马蹄瀑布最为壮观 马蹄瀑布垂直落差约58米 相当于座二十层大楼 每年夏季水源充足 大瀑布的水流如千军万马 岩悬崩崩崩崩崩直下 在美丽彩虹的照耀下 一泻千里壮观无比 几百吨的观光游船 在巨大的水流中奋力向前 在激流中上下翻飞 惊心动魄 最令人惊奇的是躲躲白云 一团团的水汽在大瀑布中形成 沿悬崖慢慢上升 在高空形成一团团白云 旧的白云被风吹走 新的白云又源源不断出现 生生不息 圆圆不断 这种尼加拉瀑布的造云奇观 令人叹为观止 演唱会